这个是前一阵子很可怜很可怜的那一颗捧心蓝 我把它上板了 你可以看它这边有两个心芽 那记得你在上板的时候 像这种这种品种上板 你要看一下它的走势 这个到时候左边还会再加一个板子上去 那你可以看这个走势 其实兰花它一定会有一个侧芽的走势 你可以看它的走势从这样走上来的 所以呢这两个会长在侧面 那这种侧面的时候呢 记得你的面对的时候 这两个侧面的芽就不能朝内 朝内的话它就会压到 朝内就会压到 所以你在上板的时候 你要看一下你的走势 尤其是单筋单节类的往垂直走的 这一类型的走势如果你做错的话呢 你会发现你的芽会被压在内侧 所以基本上我会建议说 要上板之前你可能要看一下它的走势的状况 那基本上像这一个 简单来讲它现在有二四五颗 然后这边又多两颗 所以会变成七颗 那我是会用上板模式 因为其实这种捧芯蓝 在原产地是生长在树上的 它一定 它在我们在人工种植 因为为了方便 为了好看 所以把它种在盆子里头 但是它原产地是长在树上 所以是在树上 你也可以 只要是树上的品种 你都可以把它上板 甚至有些平地 甚至有些是长在土里的品种 你也可以试试看上板 因为它在原产地所占的环境 其实是最适应它的环境 没有错 但是在我们人工的环境中 你可能葬在土里头会太湿 或者是种在 种在其他戒指里头会太干 都可能 那这时候 其实你只要保持它好的干湿度 任何的品种 其实都可以拿来上板 真的是非常有趣 所以我之前有看过地生蓝 有人拿出来上板 也可以 如果你可以保持它的戒指 是潮湿的状态下 它也可以接受那种环境 因为是在原产地 如果你有看过有些蓝花的话 那像以前我们在看鹤顶蓝 或者是一些根结蓝 细菌根结蓝之类的 它原本是地生蓝 我有看过它长到树上去的 就长在树的边缘 浮木上都有 所以其实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虽然它是地生蓝 它也有可能会长在树上的旁边 那附生蓝的话就不用讲了 像这个原本就是附生蓝 你就可以把它包一包水草 像这个是包水草 这个包的有点多 对不对 那包完以后 因为它原本里头材质是粗料 是这种木头 那包完以后呢 记得把这个两个芽点朝外 朝外 那让它可以长的时候 不会压到它的芽点 如果你把它朝内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长起来 它会变形 会变形 所以呢你朝外的时候呢 它长出来就会朝你的方向 像我这个方向 或是朝侧面这个方向成长 这样它的芽 这个出来的这种球筋 比较不会压到 那基本上呢 现在应该过一阵子 还有新的捧心蓝 所以过一阵子 可能有一月多的话 可能还会再去晃一下 因为我想要找 其他的捧心蓝的颜色 像现在我是找 这个是大红色的 那其实捧心蓝 有非常非常多种颜色 除了大红色之外 还有什么黄色的 还有白色的 所以这个 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以前呢 我就一直觉得捧心蓝 非常有质感 长得很像兰花 长得像荷花之类的花形 那漂亮 但是它花期不长 那属于是比较冷门型的品种之一 在市面上比较不常见到 如果你要找的话 还要特别去找找看一些园子有没有 或是花室有没有 所以偶尔公共花室还是会捡到一些有趣 有的没有的兰花 其实还蛮有趣的 好OK 那这个就是捧心蓝 上版的捧心蓝 你可以看它还是有二四五 五个球巾 那他们在出货的时候 都会把这个叶子剪掉 因为其实你不剪掉 它就会带一个叶子 就不好看了 所以他们在出货之前 会把叶子剪掉 所以这个呢 这个长起来就会有新的叶子 它长起来就像一个球巾 带新的叶子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